哈喽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唯一情形立众生 自古以来 诸佛菩萨以慈悲为武器 忍辱为力量 骗萨一切慈爱 因此 慈悲心是佛法的根本 即一切德行的基础 更是对一切生命平等的关爱 它不仅开阔了众生的行性 更丰富人们的内涵 若能用行动传播佛法的慈悲 生命的大爱 并能圆满人生的逆境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慈悲的海涛法师 带领诸位法师及居士 展开的韩国红发型 片洒法语 行程来到了位于光州广域市的光乐寺 参加慈悲烟贡、药贡、诗时超度法会 当地许多的信众 都是西家代卷来参加 法会中老少齐聚 使得建筑之仆 规模并不广大的光乐寺内部 及屋檐下 几乎坐无虚席 法会前 战日法师与几位居士们 在山蓝弥漫的山壁中 挂起五颜六色的风马旗 将原本黄沉沉的山壁 在静蜜中呈现出 庄严、祥和的氛围 仿如仙境一般 让诸佛菩萨的慈悲 随着山峰的飘荡 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 法会恭请海涛法师 为大众慈悲开示 海涛法师勉励大家 每天都要有随喜心 善体世间无常 要勿因果 精进地修持一切的善行 祝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大乘佛教 就按照佛陀告诉阿难的 这个狮食恶鬼的法门 传流了两三千年 那在韩国非常好 那各位你到韩国 看到每一个寺庙都有在超度 那个牌位比我们的还漂亮 等下你们的那个彩色的 大众的排位 那这样他们也经常在点蜡烛 施食 他们习惯用米跟简单的食物 至少韩国佛教 非常重视往生者的超度 所以来这边做烟供 有它真实的意义 当然 昨天我们参加观音事实法 有点像甘露事实 那我们也希望 莲花生大使传下来的 这个方法 能够在韩国 不断地也延续下来 就算他们不能直接烧食物 我们将来也会不断地 寄烟供香来 让他们知道 用这个烟供 药供的甘露香 能够上供下施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一切 什么叫菠萝蜜 有成佛的资良 那要圆满菠萝蜜 有几个条件 念一下 大悲心 成佛的菩提心 不执着的空性 所有善根 回向众生 所以各位 这次来韩国大布施 所有善根 回向整个韩国 因为韩国是大乘佛教 因为这个大乘佛教 弘扬在世界 大众宁神 请听法师的开示 由于海淘法师 慈祥的言语 精辟的比喻 字字足迹 深深打动大众的心 定大众感受到 佛陀慈爱 怀众生 心肠 唇慈敏的喜悦 使现场洋溢 无限的法系 大众更在 海淘法师的 慈悲引导下 其心称念 诸佛圣号宗 修持 妖供 烟供 及慈悲诗诗等 庄严仪贵 清脆的饭声 如法语甘霖 每尊佛 及其名号 都象征 我们反复 最完美的那面 当我们向佛陀 虔诚抵战时 就是代表我们 降服自己的傲慢 欲望与无名 透过礼拜 来降服我们的 烦恼心 净化心灵 进而去除 众生恶极 乃至无名病痛 使身心 常保健康 众生恶极 优优独生恶极 众生恶极 在光州 五等山的北部 是大韩佛教 曹西宗 松广寺的分寺 创建年代 大约在六世纪初夜 兴罗智政王时期 由韩国华言中 初祖 元晓大师所建 当初 元晓大师 来到了 五等山 赞叹当地的 风景秀丽 而修建的 一座小岸 那元晓大师 他比较重 把佛法带入世间 所以 当然最出名的 就像元晓大师 为了要到中国 去追求佛法 结果在途中 睡在一个山洞 结果因为很口渴 看到 洞里面居然有 就像那个 朴子 南瓜朴子 然后里面装了 清净的水 好高兴 喝下去 然后呢 早上睡醒以后 才发觉 他拿的朴 是一个 死掉人骨头 骨头里面装的 这些 水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吓了一跳 但是也开悟了 为什么 念一下 万法为西兆 万法为西兆 所以晚上看不见 以为 那个是一个瓢子 清净的水 早上既然是人的骨头 搞不好里面 是留下来的 这个血浆 但是因为心有分别 所以就会怕 心没有分别的时候 就可以超越一切 所以他就开悟了 就不用到中国了 那那个时候 佛教是属于 皇宫的佛教 那时候佛教 都是皇帝大王 但是后来元晓大师 有一点被逼还俗 因为有一个国王 找人算命 他的妹妹 他的女儿是个寡妇 如果元晓大师 能够跟他在一起 就可以生出一个 很好的儿子 所以就这样 设计他 元晓大师 就跟以前的 鸠摩罗斯 鸠摩罗斯 欢迎了 黄炎经 很多大乘的经典 但是后来 被逼还俗 然后不但他爸爸 还是被逼还俗 还剩下 鸠摩罗斯 鸠摩罗斯 也被逼还俗 有男女的情欲 元晓大师 也大概如此 三天睡在皇宫里面 就这样跟 那一位公主 产生了关系 后来公主怀孕了 但是元晓大师 一样离开 那这我想 这是个视线 但是他没有这一段经验 他就不知道 把佛法 不了解 世间人的苦 因为站在禅宗 我们出家人 修苦行 开悟 然后比较不接触众生 那站在大众部 很多菩萨都会 视线结婚 生小孩 就像释迦摩里佛一样 他了解世间苦 那元晓大师因为破戒了 破戒了 但是虽然他太太怀孕了 然后呢 他永远不会去看这个小孩子 他要放下 然后因为这样 他就没有在皇宫 他变成风风点点 像寄宫一样唱歌 然后就这样 把佛教融入在世间 民间 所以我想佛菩萨 会做各种视线 然后呢 这样佛教就变成一种 大众修行的方法 有一句话叫 爱在心里 火难开 菩萨是如此的 不是对哪一个人 是对每一个众生 都是如此 但事实上 元晓大师 也是释迦摩里佛的化身 然后呢 文殊菩萨的化身 但是每一位佛菩萨 都有很大的悲愿 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说 所有的佛跟菩萨 都是清净法身 毗路真那佛的化现 化现 各位这也是我们要学的 就像一个演员 你不能光演一个角色 不能你不会出名的 你要各种角色 你都能够演得很好 戏路要广 那这样你才能够有影响力 那同样的 每一个佛菩萨正的空性 菩萨清凉月 常有必尽空 他要像观音菩萨 乃至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乃至分身百千亿 地藏菩萨 他会做各种的视线 那为了要度各种的众生 那你要融入于世间 等等等等 所以那文殊菩萨 会借着跟众生的缘分 跟他结缘 那结缘目的呢 念一下 若有见文者 若有 吸发菩提心 进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各种方法 导归极乐 接引众生 导归极乐 所以我想在大乘佛教里面的主殿 特别在韩国 就保持有这个传承 放了大部分都是 极光殿就是西方三圣 导归不管各种法门 希望众生往生净土 因为往生净土 保证他将来就不会退转 正的空性 所以我想袁孝大师 是一种视线 由慈戒而破戒 而由破戒而入世 对众生产生了广大的影响 海淘法师为大众开示时 特别介绍袁晓大师 布凡的生平 袁晓寺在历史上 饱受战乱之苦 遭受毁坏 而经历过多次重建 在寒战后 陆续修复了大雄殿 禅院 辽舍等建筑 然而在最近一次 进行大雄殿施工的时候 却意外地挖掘出 金铜佛像等32件文物 被指定为光州有形文化遗产 古屋的出土 可以看出袁晓寺悠久的历史 并映照佛教 对韩国深远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 袁晓寺沉浸在 五等山美丽的风景中 茂林修处 鸟语周究 千余年来 一直是广寿人们 所喜爱的修养地 尤其 元晓寺内 悠扬的佛范终生 是八景之最 起悟时更有云志 在佛光普照下 大地处处绽放无限的生机 元晓寺广大庭院中 有一座巨型的佛塔 方正的四角外形 稳稳地耸立在 绿印盎然的草原上 常有民众来此礼拜 绕塔 以领受佛陀智慧的加持 清净自己的神心 而在元晓寺的佛塔前方 有一座两庭 体质干